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提醒家人朋友们 做视频真的是不容易 希望大家喜欢的 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这个Gernibay刚开始不久 Gernibay在2020年2月4日才开始开放给群众 当天呢 兵州元首 兵州首长 朝官有等一行人一大清早 全行损失 以民众率先体验这个新的地标 我们又有新的地标了 来 首先我们讲一下 Binang Gurney Drive 槟城新官直角 这个地方曾经辉煌过 1990年 我还是20岁的小活子 曾经在这里骑摩托 在路边吃小活的好吃的美食 在路边吃东西多么的享受 而且过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路边放鞭炮 是多么美好的回忆 时间一晃 已经是2024年了 20多年了 我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 如果时间可以导流 我相信会在这边拍更多的照片作为流年 如果各位家人朋友们有一些照片呢 记得跟我们一起分享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把当年的照片放上去 你也想说 当年没人的照片 没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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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啊 那个事啊 很多人都很无情的 很恐的 没有人去买照相机 然后拍照 洗出来 收在家里 然后现在还分享出去 很少人做这些东西 那时候从人家没有钱买照相机 也很少拍照 哪里有什么钱 要出去就要花了很多钱啊 吃东西花了很多钱 没有多余的钱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说 现在的小孩子非常幸福啦 因为随时都可以拿一台手机 拍一下照片 拍一下视频 留下美好的回忆 虽然开了整整一个月 我还是没有带大家去看看 今天的3月1号 我一大早起来就带家人去看看 7点半左右 我们启程到赫尼湾 格尼湾一起走一走 面积27.7英亩 设有游乐场 滑板 公园 露天停车场 南部观景点 South Vantage Point 厕所 等各用途的亭子 很多kiosk 在这边 所以我带大家看看 市地考察 到底它的地方有多大 实在是大 如果你是来这边跑步的话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早上的空气非常清新 走到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那个太阳慢慢的升起来 非常的美啊 而且很多外国的朋友 本地的朋友 喜欢运动 都来这里跑步了 当然呢 我们启程很多地方 可以适合跑步的 包括我们的植物公园啊 Poternica Garden啊 还有一些青年公园啊 都是适合的 那看到我们左手边的那些 大厦 那些驻才区都是高级驻才区 价值百万的单位 看下来的风景 你再想想看 用你的想象一下 美不美 我们一面走 一面看 槟城的美景 实在是太多了 看到我们右手边呢 也是一栋栋的大厦 也是高级驻才区 在这里 我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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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官之教 新官之教 是以前的 Garney Drive 走 下来这一边 我们叫 Garney Bay 所以有分别啊 我们看到 这里呢 还不是很多人 因为一大进场 我们继续 前进 到底 哇 这边还可以骑脚车 看到吗 我相信也就有一些人带狗来啊 但是如果你带狗来的话 记得要把狗的那些粪便清理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这边良好的文化 谢谢大家 继续接下去看 我们已经靠近海边了 那海边呢 我们要走下去了 走下去真的是接近海边了 啊 记得这是填海的工程来的 我站在这边都是填出来的 根据 显示这个项目有分为第一期还有第二期 这两个区域将提供800个车位 包括多层停车场 Multi Level Car Park 以及露天开放式的停车位 啊 就好像路边可以趴的 另有12个巴士停车位 以及238个摩托车停车位 啊 Motorbike也有停车位 此外将会探讨增加露天开放式的停车位 啊 当然呢 800个停车位已经很足够了 so far 啊 第一期呢 七亿已经注资了 第一期七亿已经种植了 1500棵树和1万棵灌木 啊 第二期是种植业340亿棵树 啊 这个报告都是在网上可以找得到的 啊 兵州这个政府想法非常的不错 种植许多树 符合地域 槟城理念 啊 这个我们要给他一个赞 槟城是一个福地 很多好的东西都在槟城发生 当然很多事情呢 有好也有坏的 啊 2004年 12月26日 发生了南亚大海啸 槟城也是遭受冲击的一个地方 Binang Gurney Drive 遭受冲击 但是啊 没有造成伤亡 Batofingi Tolobahang 还有我们的 呃 一些 大海边 包括 我们这个 Bulabatong 就是在我们西南岁方面呢 就是有发生一些人受伤 还有 呃 死亡 啊 当然呢 这个2004年 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过去 啊 说了 我们都啊 非常的难过 至今啊 还有很多商家说起这边 他还是念念不忘 因为啊 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朋友 还有亲人啊 啊 这边呢 我发现呢 有一册新闻 就是在 2004年 10月26日的 大海啸呢 这个小女孩 连人带床被海啸捡走 奇迹的是 第二波的海浪 再将这个小 女娃娃 冲上岸上 这个幸运的孩子呢 叫做杜拉西 如今已经长得 亭丁 利利 啊 大概 差不多 接近20岁了 有很多朋友 告诉我们 这个小姑娘是非常大命 大命不死 必有 活父 希望我们有一天 可以去采访她 好 各位 家人朋友们 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 你是否有一点心动 你是否有点心动 想要带你的家人朋友们 过来这边 看一看 走一走呢 然后 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边 parking 车费 非常的便宜 一个小时 只要给80cent 看看以下的视频 这一些团队呢 过来 跟朋友 聚聚 拍一拍照 这就是 我们 生活的 点点 弟弟了 各位观众 朋友们 记得点赞 订阅 和 给我 一些 小小的支持哦 感谢你们 爱你们 我们下回见 我是莫吉哥 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 我们下回见 See you soon 回来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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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